老哥蒙好,天王盖地虎,我是Z师傅 闲话不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部ADN219 影片开始 女主小沙正忙着做早餐 还没等她做好 丈夫阿牛就一边抱怨小沙没叫床 哎不对,是没叫她起床 一边着急忙慌地出门 匆忙之间,阿牛撞掉了一个相框 可她只瞄了一眼,就禁止开门上班去了 小沙捡起玻璃,摔裂的相框 里面装着夫妻俩的合影 看着照片,小沙神色优异 吃过早餐,小沙换了个新相框 看着夫妻恩爱的合照 她才想起很久很久都没有过夫妻生活了 此刻,春光正好 小沙情不自禁地滋味起来 然而,她纤细的手指 又怎么足以抚慰成熟女体的饥渴 只能是,借酒消愁,愁更愁 恰如她,以手指养,养更养 购物回来,小沙发现隔壁搬来一户新邻居 男的叫大毛,女的叫梅子 大毛客气地送给小沙一袋,乔迁赠礼 准备晚餐的时候,阿牛发来微信 今晚不在家里吃饭 既然是一个人吃,小沙也就懒得张了 于是打开大毛的赠礼,煮了一盘螺丝粉 饭后,小沙寻力来到阳台喝酒 大毛则被梅子赶到阳台抽烟 两人一声问候,几句尬聊 然后你喝你的,我抽我的,各自安好 原来,大毛是个作家,每天都是在家工作 小沙又是全职太太,每天除了外出购物,就是居家操持 所以,此后的每天,两人经常会在阳台上碰面 一个喝酒,一个抽烟,却是各怀心事,互不打扰 这天,小沙才买归来,路上正巧遇到大毛 于是,大毛主动帮小沙拎起了购物袋 一路上,两人有说有笑,相谈甚欢 到了家门口后,大毛却不急于回去 而是提出一起喝酒的请求 身为成年人的小沙,当然知道,这绝不只是喝酒那么简单 对,肯定还会抽烟,抽她的大雪茄 所以,礼貌的婉拒了 然而,大毛却发出了灵魂拷问 无言以对的小沙,只好丢下一句失礼了 便匆忙开门回屋了 还没等她关门,大毛便紧跟着进了屋 将小沙按在墙上,就是一记强吻 之后发生的事,就是同学们都不感兴趣的肉搏环节 我们直接跳过 完事之后,大毛连忙道歉 对不起,我还没能够 我还没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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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就是说,这么好吃的住家菜,哥谁谁忘得了 晚餐的时候,阿牛提起隔壁的梅子是自己的上司 并说改天去他们家吃饭 还要小沙跟他们搞好关系 放心吧,您就,关系搞得推好呢 转天 小沙和阿牛,来到大毛和梅子的家里共进晚餐 桌上,阿牛和梅子谈笑风生 桌下,小沙和大毛却在暗度陈仓 久过三旬,阿牛已经醉得不省人事 梅子便安排大毛,去帮小沙扶阿牛回家 安顿好阿牛之后,大毛搂过小沙就是一个抢吻 这天,小沙刚送别了出差的阿牛 隔壁的大毛就打开门走了出来 原来,梅子同样也出差去了 说完,小沙便逃回了家 大毛居然就愣在原地 并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夺门而入 回到家里的小沙,慌乱地倒了杯酒 一眼而尽,情绪总算平复了些 略加思索之后,他像是做出了某个重要的决定 小跑着打开了家门 大毛就在门口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 这对肩夫淫妇就开始了没日没夜的没凶没骚 简直比新婚夫妻还要幸福 欢乐的时光过得特别快 又到时候讲拜拜 终于,到了阿牛出差的最后一天 两人吃饭时 今夜,帮你帮我 出帮,明天不见了吗? 在房间掃除,洗澡 そして,ちゃんとあの人も変えたいの 愛してる? 旦那こ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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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以前有个问题是 你会选择你爱的人 还是爱你的人 大多数女人的答案是后者 正如女主的回答 尤其对于 已经步入亲属阶段的女主来说 她不能也不敢 像少女那样 率真的 放肆的 去爱你 只有等一个勇猛的 强悍的男人 来爱我 再用一个个 自欺欺人的谎言 来掩饰她对 爱的渴望和贪婪 至于 这种爱 到底是情爱 还是性爱 又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那就只有她自己才知道了 OK 今天我们就聊这些 下个视频再见 订阅C师傅 开车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C师傅